甜美可爱的Julie开心接过奖状与奖品 Julie与妈妈除了分享获奖喜悦 更感谢观众肯定 谢谢 而帅气的小主播Tiger则靠优异表现拿下优胜 且妈妈更承诺Tiger要一起吃大餐庆祝 感谢彬彬姐姐培养我主持 也感谢我妈妈培养我学中文 也感谢东森小主播这里的叔叔阿姨们 帮我采访 还有最后的也是感谢观众们对我的喜爱 很高兴这次小虎能够拿到优胜奖 哇也非常惊喜的看到这里有这几张这么好的卷 有好多是小虎都喜欢的这个餐厅 要不我就带你 你不是他很喜欢吃寿司 妈妈可以带你去挤野寿司去吃寿司 好不好 大餐一顿 不仅如此 今年的小主播Lotus 更是一举拿下酷鼻祖优胜与人气王两个奖项 谢谢大家支持我 最谢谢妈妈还有冰冰姐姐 一直教我 然后妈妈在家一直陪我练习 这次我很开心 就是我的很多朋友 国内的包括美国的朋友 都给我一直在投票支持我的女儿 所以她这次不单止赢了优胜 还拿到了人气奖 我非常的开心 而小主播Elven的专业播报形象 顺植人心 也另外拿下人气王 让妈妈十分骄傲 谢谢投票给我的人 也谢谢ETTV 我会继续加油 谢谢东森电视台 给了孩子们很好的展示的机会 这次两个孩子都获奖了 我非常的高兴 谢谢冰冰姐姐 长期的培养和耐心的教导 又有小主播选拔赛 在疫情下顺利落幕 鼓励孩子们 未来也不要忘记 继续学好中文与世界接轨 东森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